雨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 整个地板全部是一片 这里可不是户外空间 而是套房里头 有民众居住在顶楼加盖的套房 不过他相当无奈 因为只要一碰到下雨 屋顶就会不断渗水进来 造成整个房间都淹水 家具 冰箱 电器 全部都淹在水里头 已经变成日常 民众也控诉 租赁业者表示 只想赔偿约半个月的租金 大约是一万块钱 业者也说不会协助搬迁 或者是做出任何赔偿 让民众超级傻眼 因为淹水造成的财损 远远超过租赁赔偿的金额 民众相当头痛 只好po文求助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样真的很夸张 出租业者就是要帮忙修缮赔偿啊 也有人给出建议表示 顶楼加盖真的不要租 因为大多都不合法 有问题也求偿无门 当新的综合报道